在殺六 緣起片中 奈虛的手下來了後 帶著奈虛就這樣離開 補寶聽見自己要被帶走 開始緊張了起來 此時刺川已經沒興致跟奈虛打了 就先撤退 刺青這邊也是一樣 向奈虛接受完自己後 也帶著手下離開 看來刺川與刺青並不壞 畫面一轉來到葵姊家 葵姊遭襲擊 正在爆炸的看中口 而將葵姊弄傷的 正是殺六先兆的三王之一 奉承 同時也是內陸蒂流 第二代總長 專案古時跳出來說 為了以防再被襲擊 應該避免單族行動 另外南路也來了 肥姊害羞 剛才爆炸全被看光了 之後為了開作戰會議 原聖史史魔高中的大家集合了 但來的人少之又少 基本上都只剩熟面孔 驚訝的是東條居然沒到 以為是被幹掉了 聽正眼說明後才知道 東條因為打工所以沒空來 神奇要大家別廢話了 要看坐在計畫就趕快開 下目覺得現在最麻煩的是耐虛 處於被動的話遲早會被消滅 另外盯上葵姊的奉承也很麻煩 葵姊說奉承與內陸地流的事 就交給他們 至於耐虛的事 就交給南路他們 此時希爾德感覺到 學校內與惡魔簽訂7月的人很多 到了隔天 作戰機環立刻展開 昨天股市提議進行總體戰 為此需要大家的合作 現在在場的人簡稱聖主 然而能與耐虛抗衡的是 統領南路 但姬川與神奇嘴巴上說不打算 把南路當作統領 姬川還想退出聖主 有事要忙就這樣離開 花哲想說既然要講公平 就猜拳決定誰是頭領 最後只用一把定勝負 由補寶來當頭領 回到作戰計畫 善主分工合作 終於找出了耐虛 雖然耐虛目前落單 但最好還是等南路來再出手 神奇對這話感到不爽 什麼時候都幫神奇變得這麼弱了 為了幫神山復仇 神奇決定自己幹翻耐虛 沒想到耐虛的手下突然全出現了 明明善主還在監視著耐虛手下 明明善主還在監視著耐虛手下 但這裡也有耐虛手下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耐虛使用了惡魔之力 神奇不管3721 先攻擊炎鹿再說 面對神奇的T級 沿路居然alpha無傷 接著日野跳了起來 給神奇一技重擊 仔細一看這些人的身上 都有著類似鷹王文的東西 耐虛覺得神奇弱爆 想說南路真是不稱職的頭領 神奇站了起來 說南路她是唯一認可這間學校的No.1 就在這時 南路終於趕過來了 南路也要耐續別小看神奇 她可還沒輸啊 突然間 神奇身上也出現了類似鷹王文的東西 神奇 神奇認為是南路狗的鬼 但南路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總之神奇現在跟鷹王不一樣了 耐虛倒是很了解神奇現在的狀況 而在這時 希爾德現身 說明那名叫王成文 為而會出現 就是神奇把南路當成王了 為艾希教練走了過來 說王成文是需要經過鍛鍊才能使用的 但別小看神奇 既然都出現了 當然得馬上用才划算 神奇打趴了為艾希教練 總算替城山復仇了 總之神奇會對付雜兵的 要南路快去把耐虛解決 威山立刻用貝斯的撥片 對神奇發動攻擊 面具南者用薩克斯風 吹出了空氣炮 最後鬼術給了神奇一些重擊 還有重魔鬥攻擊 神奇仍然沒有倒下 是時候換他攻擊了 一腳解決面具南後 神奇要剩下的兩個快點上 南路這邊 這樣問耐虛的身份究竟是 我們可以看見 我們是… 可以看見 我們是否要是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